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使用的秘法 不服 下次薪酬就会一起算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啥时候变这么牛的 天赋实力都不错 可惜 太过依赖神兵 我记得就是你找上门来的吧 哼 学弟 修仙者交流赛可一直都是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传统 我们可不是来砸场子的 贺天刚被我打跑了 那就由我代表他出战吧 你们谁来 哼 小子 别以为神兵在手就能为所欲为 修为不过化形出奇 就算有神兵在手 在老大这儿也撑不了多久 一起上吧 这样不叫省事 哈哈哈哈 太嚣张了 你小子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别以为有神兵在手就能赢过我 一定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那就来吧 哦 原本算上贺天刚 我们至少有六成的胜算 你要是输了 就等着被我打蟹八块儿吧 喂 嗯 不是对块饭吗 大逼当前你们这样对手会很尴尬的好吗 哈哈 不会不会 一群没有底线的渣渣 老您来会会你们 这么激动 难道 只吃那小子的醋了吗 找死 救你们呀 救你 还差了点 好强的防御 找死 那就别怪我了 来不及躲了 消失了 你的对手是我 我 我服 嘿嘿 你小子可算出来了 服务 小心点 老子祖传的护体神功 可不是你这铅笔都能削开的 是吗 已经撂倒你 糟他 干掉他 难道今天又要输了吗 啊 师兄的护体神功 竟然被碰了 没有什么能挡住星辰剑 以后也不会有 我们输了 认输可以 灵石可是要交出来的 啊 灵石 你想干嘛 我的狗似乎很喜欢灵石 你不要过来啊 师父 徒儿在天府豪园 感应到了宝贝的气息 师父 您这是 神兵绝非凡武 若是明华有主 就将奸刃赐予他 徒儿遵命 这样的宝贝 只有我才配得上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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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给我闭嘴 这小子果然不简单 靠着神兵竟和我不分高相 不过 距离他死在我面前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这东西怎么看来着 算了 随便找一个人问一下 喂 小家伙 先生 这里是私人场所 还请您出示请帖 请帖被我家狗撕了 你看这个还能用吗 请帖一经所坏 就不能进去了 我说 这种地方 也是他这种人能进的吗 请帖被狗咬坏了 也不找个像样的借口 周少 也就是说 只要有请帖就能进去 没错 那就好办了 我突然想起有点事 我想走了 大 大哥 你这是干嘛 大街让拉拉扯扯的影响多不好 说 你不想进去 你谁啊 阿炭可不认识你这种穷光胆 炭呀 人家看中了一款项链 你今天一定要买给人家 哎呦 吴哥 来来来来 给你 我过来就是为了送请帖过来的 哈哈 阿炭 你说什么呢 谢了 哈哈 应该的应该的 哈哈哈 他好像又变强了 吴哥 这 这里 这里 哎 前辈说的奸人碎片 是在今晚拍卖吗 没错 所以我才通知小兄弟你亲自过来看看 到底是不是那枚奸人碎片 小兄弟对我许家有恩 奸人碎片 我们会倾尽全力 感谢前辈出手相帮 我真是坚韧碎片 我再会传授一套功法 赠予许下 哥们 你恐怕不知道 这玩意儿拍多少钱吧 什么样的武器 能支五百万 给我住嘴 我见徐老爷子 停滞在元神晋十日已久 这套功法 足够他突破到反虚境 他竟然看出了我爸的困境 难道他真的有办法 祖皇们 大佬们 各位金主爸爸们 欢迎大家的光临 拍卖会 现在开始 小兄弟 看中什么 尽管说 今天的第一件商品 集品灵粹 五十万取拍 先到先得 五百万 爸 我们家不缺灵石 灵粹虽然珍贵 可对我们没什么用啊 这不是小哈想要吗 连狗也舔吗 再说了 他无福万一是在春泳呢 小兄弟 不管是你还是你的狗 看中哪个支个声就行 爸 你变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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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岩邻居五百万 通灵单三百万 普达石两百万 差不多要来了 压咒商品 你说 这次的压咒会是啥啊 管它是啥 反正我买不起 嗯 今天的拍卖会将进入尾声 最后一件商品将无上限 价高者得 今天的最后一件商品是 小兄弟 是这个吗 对 在下李久 初来乍到 这枚碎片可有人帮我出架 赠所于我 哎 穷鬼一个也敢来拍卖场 还让人花钱送你 吃人说梦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本以为巫府已经告不齿了 没想到还要比他告不齿的 喂 你怕是没睡醒吧 啊 哈哈 真是 好强大的威呀 师父说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所以在场可有人愿意帮我拍下 然后赠我 我买 你千万 师父说 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 所以 我满足你一个愿望 后续可以找我帮你任何一个忙 宝贝配强者 你当如此 你当如此 如此强大修为 这人到底是谁 小兄弟 对手失利 没关系 这已经不是你们雪家能解决的事情了 他会主动送给我的 他 认识你 不认识 但我认识他 这人许诺我一个人 是一个愿望 必要时候 大可利用 哼 无福啊 无福 你以为靠着神兵就能与我抗衡 谁啊 师兄 你来了 师弟 师父说有人欺负你 快说 我现在就去把他脑袋拧下来 咱们先不着急 先把神兵弄到手 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折磨死他 无福 这回你可死定了 临时可算没有白吃 没想到如此精粹的灵气 净化了牙齿 小家伙长大了呀 哟 小家伙长大了呀 找我有什么事 哼 没事 就不能找你吗 孤男寡女的 哼 可以呀 你 你想干嘛 要是没做好准备就别玩火 我已燃起来 很危险的 这 找你来 是想让你代表云海大学出战 没兴趣 哼 你不答应也没关系 反正对手实力强大 我们云海大学 也不会拿到好的名词 因为此次参赛选手 光是通玄境就有识人 看来我只能另找他人喽 等等 哼 这招还真是百事百灵啊 没问题 替我报名 不过在此之前 还有一件事要做 你干嘛 通玄境虽说不难对付 但我也不能一直停留在化险境 你耍流氓啊 那就先突破到化险境终结吧 原来是要修炼 害得我瞎想 我说大哥 提升实力又不是买萝卜 哪能说突破就突破呀 我要是想突破通玄境 又有何难 化险境终结足够应付了 灵气 还好风雨其实 不然又像上次那样 这 这就突破了 不然呢 我去 光是炼气境 我却用了足足五年 浪费在化险境 更是足足四年 你随随便便就突破了 我出去透透气 我去 里面动静这么大 学姐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学姐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知道 你们在修炼 对 一定是在修炼 福哥 小哈我就抱走了啊 孤男寡女的留条单身狗在这儿 多残忍啊 是我出现的时机不对吗 福哥 今天我生日 一会儿去喝点啊 没问题 那我先去定好位置 你慢慢来啊 谁啊 这个时候发消息 哦 是我安排盯着 吴福他们的线人 好像说胖子在找酒店 酒店 对了 今天好像是王萌萌的生日 只要给他摊点小便宜 说不定能 那就想办法安排到云豪酒店 那儿的老板 连许家都离让三分 借刀杀人 那儿最合适不过了 师父 吃药了 师父 慢点 我能感觉到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神兵碎片蕴含的气息 连我都感应不到 若是你见到了这个有缘人 定要带他来见我 徒儿遵命 数不定 他有办法让我成就和和道 是 回家 现在 Hitler 中共 就是 陷�ace 智诚 它是 胖子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福哥 你来了 小豪 鬼王 这算是 生日礼物 福哥 有这儿 赶紧走 可恶 我还是中计了 福哥 咱不会被骗到撒哈拉了吗 人家好怕吧 雕虫小姐 小心 进了我的幻阵 想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福哥 小哈 小哈这么猛 不错 灵石没白吃 连他身边的一条狗都这么厉害 你管这叫狗 不过没关系 他还在我的幻境里面 只要在幻境里 我就能干掉他 现在怎么办 福哥 这是哪里啊 我们还在房间里面 只是中了类似鬼打墙的幻阵 只要找到与现实中共存的东西 打破他 就能破解了 这么明显的东西放在这里 臣当我们是瞎子 好 居然躲在我们楼下 原来你也在这儿 看样子这些 是你和贺天刚耍的花招吧 是又怎样 屋服 这次你死到临头了 这句话听着真熟悉 小子 想离开这儿 还是先把神兵交出来 屋服 周通天在云海势力不小 你小心点 你躲在角落别出来 让小哈照顾一下 躲哪儿都没用 即使破了我的幻阵 你们也跑不了 幻阵 看看入门的幻阵 也敢拿到我眼前丢人线 化行军的势力 连幻阵也会 跪下 恐怖的气息 我一个通玄境巅峰的存在 居然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 不行了 小兄弟已强其弱 未免有失体面 一直寻找小兄弟踪影 今天一剑 果然易比原则 理解 上一世你为求突破实力 毒害师父 这一世 我定要在他面前 揭穿你虚伪的面具 找我有什么事 不知小兄弟 可否跟我走一趟 等等 不服我 没事 很快就回来 况且 原神镜强者 你能拒绝吗 原 原 原神镜 师父 我 徒儿追随您左右三百多年 您竟然要将炉帝 传给一个外人 您无情 休怪我无意了 师父 既然我重生归来 这样的结局 绝不会再上演 师父 您想见的人 我给您带过来了 哦 快请进 小兄弟果然一表人才 不知道前辈寻我有何事 听闻小友神兵在身 老朽感应到 与他缘分不浅 希望能从神兵中 寻找突破的契机 前辈停在反须境 没有突破 我想 应该不是实际未到 难道小友 还有其他办法 没错 是假话 放肆 大言不惨小心没命 休得无礼 进来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很浓的药味 我想前辈的身体虚弱吧 恐怕是 救急缠身 他竟然能感应到我身体状况 此人到底是谁 为何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前辈的病我能治 不过我是有条件的 你可知道我师父的实力如何 一个化行镜的小子也敢说大话 这小子似乎察觉到了 换了师父的药 敢杀我师父 小子 等等 小友只是传授功法 不必脱绿 师父 看来这小子留不疼 得找个机会干掉他 不然日后必成大患 才修炼一招办事 静脉都顺畅了不少 小友果然身藏不老 我敢引到神兵碎片就在他的身上 全当这次交换入府 李久 不是让你遇到拥有神兵的有缘人 赠予即可吗 是 托儿这就给他 老朽游离至今 也从未见如此宝贝 师父 您慢点 小友可要多多提防啊 晚辈会多下注意 处理掉无福 这颗巨神丹就是你的了 是是是 小的马上召集人马 明天我就让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臭小子 不要以为有师父庇护 我就没办法弄了 抢我东西的人都得死 无福 滚出来 谁 央呵 过来收拾无福 还有惊喜啊 你们是谁 我劝你们现在滚出去 无福呢 他还没回来 郑主既然还没出现 哥几个就先陪你玩吧 来吧小宝贝 又是一个化行精 小姑娘 什么厉害 你在看哪呢 你无福化行精初期的实力 完全不用担心 倒是你 你也觉得我比无福那个混蛋厉害 先解决掉你再说 喂 在议论我吗 你 你什么时候出现的 一直都在啊 都看你们打了好一会儿了 化行精中期而已 要不是上次我失忽大意 你早就死了 你就没问问 他为什么不来 杀鸡烟用牛刀 而且你已经跑不掉了 无福 小心脚下 化阵 原来如此 刚才跳走了一瞬间 不下了化阵 简单 无福啊 你没事吧 他人呢 刚才跑外面去了 可恶 他神兵在手 我连阵法都施展不开 哼 那就不用青春剑 哦 没了神兵 十个也不是我的对手 哼 是知道躲吗 这回看你往哪儿躲 是 哈 衣服 打够了吗 不 剑气 你到底是谁 不配知道 他又变强了 把我的院子收拾一下 哦 我让人来处理 无福 以周通天的势力 要是被其他人发现死在你的家中 恐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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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你还看 别乱说 我没看 看来得动真嗝的啦 还不是我发现你偷看 我一定抹下你的眼睛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色狼 色狼 你给我出去 小哈 看样子是要突破了 吃了那么多零食 想不发生变化都难 我还没听说过狗也能修炼的 又是牙齿又是爪子 越来越方便拆架了 果然狗随主人啊 小姐 尸体我带回去 交给家主处理了 不必麻烦了 我知道谁才是幕后真凶 谁 上面 别找了 人家走了 他一直都在吗 一直都在 把周通天带上 一直没机会亲自去贺家拜访 这次机会难得 带上周通天 去贺家 小姐 我想还是先请示家主再做决定吧 在云海 他贺家还不敢动我许晴晴一根毫毛 带路 是 快去通知少爷 许家无福来了 是 请问你们找谁 小姐 该怎么办 他好像没看见我吧 怎么来了这么多保镖 动作挺快的嘛 这么多人来迎接我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门你自来 给我抓住他 对方人多 小姐 我还是出去帮忙吧 老实坐着 看着就好 可恶 大家绝缓口 你的勾引一起抓起来 少爷 无福找上门了 我没去找他 竟敢来找我 现在怎么办 门口我一早就安排了好几十个身上不错的保镖 他们只需要消耗掉他三层尸 他竟然来了 别想走 少爷 你可算出来了 我们被一只狗欺负了 一群废了 给我滚 不服 你我之间的恩怨不共戴天 我没去找你 你竟敢来找我 抬上来 周 周通天 看什么 周通天可不是我派去的 你别害怕 我只是想让你 把周通天交给一个人 谁 狸青 这次高校联赛 我一定要让他死 可他连周通天都杀了 哼 雄亏乃天生神力 他无福绝不是对手 谁 原来是小前辈 我这福禄还被用上您就来了 从无福到这时我就已经跟来了 难道您和无福认识 当然认识 而且他还化解了我师父体内的毒 前辈 我与无福 有着不公戴天的仇 就算您出面和解 我赫甲 也绝不会答应 是 快保护少爷 此乃玄天黑铁打造的利剑 哪怕是通玄境 好好好 也只需要看见 前辈 您这是 我也希望他死 周通天就是我派去的 呵呵呵 无福 要怪就怪你受敌太多 有元神镜强者的帮助 你必死无疑 无福 高校列台选麻赛的选举要开始了 我们快点过去吧 等一下 我有点事去处理一下 一会再来 小孩你先带着 这后山灵气为何突然增夺 就是这了 来者 何人 最强神王 每周六周日更新一集 看我仗剑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我们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 一会儿 都会放大 小孩 这一会儿 我最后 我最后 都会放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